我是清天在家吧 来了来了 哎呀 清天猫 哎呀 你是 小勇爸爸 我是小勇的妈妈 要这么介绍的话 那我应该是小勇未来的 远福 挺幽默呀 幽不好瞎幽 来 清一下 来来 里面请 里面请 哎呀妈呀 哎呀 庆认啊 裤装都给我干开了 哎呀 你给我行这么大礼的 啥行礼呀 这不是半堆了吗 哎呀 哎呀 你瞅瞅 就这么毛冷的 那就不能瞅着点呀 瞅啥呀 这屋里也太黑了 这屋黑吗 这还不黑呀 这回呢 哎呀 庆认个不好意思啊 眼睛忘灾了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 哎呀 哎呀 坐 哎呀 坐 坐 女士优先 啊 女士优先 这屋挺热啊 热吗 哎呀 你看我信息多有派 你看人家搭计链子 带的 哎呀 一个队就五斤 一个队就五斤 还有特殊功能呢 这玩意还有特殊功能呢 你看个轻轻 好 一 二 三 啊 啊 好 从把他带上这个链子 我们家那狗都丢傻了 哎呀幽默 老伴 你不热吗 哈哈 是有点热 咯咯这么热呢 啊 真是 我听见母穿铁儿来的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今天这日子不特殊吗 特意打扮的隆重点 有点掉毛 没事没事 吊毛棉咱能买 有钱 任性 任性 对了庆灵啊 庆灵母怎么没个家呢 啊 这不听说你们今天要来吗 特意上饭店订包房去了 这也该回来了 怎么还没回来呢 我说庆灵啊 你这整个没用呢 现在现在咱们有钱人都在家吃 我给你打扫我俩 轻易散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 不是绿色的 我俩都不吃了 啊 对吧 老八 啊 讲究养生 算卦的都给我算了 说我长寿 啊 就一百三十五岁那年有个凯 那你是粉娘人给跑了吧 哎呀幽默 哎 对 听听 我还给你带了不少礼物呢 是吗 老八 上货 哎呀 听听你也太客气了 初次见面你给我带这么贵重的礼物 就我给你拿的一些东西 你买你都买不着 是吗 啥呀 啥 啊 黄瓜呀 绿色的 绿色的 芹菜 绿色的 绿色的 这个是 泥喉桃 土豆子 泥喉桃你啥眼神啊 哎呀我说亲爱的土豆子怎么还能有绿色的呢 特意晒的 哎呦我的妈呀 那土豆子晒脚绿的能吃吗 那你亲家还造的咔咔的 哎呀 那吃完晒绿那土豆子 那是上吐下泻满地直转摸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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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出来了 我亲家喂这个绿色呀 你真是拼命了 来吧 喝点水吧 绿色的 这是绿色的吗 绿茶 你放心喝吧 来 哎呀 兄弟老 哎 我来就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你看看这孩子两个后世怎么办了吧 什么玩意儿啊 你瞅瞅 又说那话了 啥玩意儿俩孩子后世啊 我说错了吗 小的负责出的价子 像咱们老子不就负责结婚后边的事吗 哎呀 对不对 你把话说全了啊 你整个的仙人胡道的 说全了那不也是后世吗 行行行行行行 你说吧 说吧 清灵啊 嗯 你就看看你有啥要求你就提吧 我就一个要求 我就行那俩孩子事吧 你们就不用管了 我就全包了 哈哈哈 他觉得咱们鸡眼了呢 庄呢 你看 你瞧不起我吧 我没那意思 你那意思是我差钱吧 没没没没 我真没那意思 你胡啊你啊 那他要全包你就让他全包呗啊 你说你去哪找这好事去 啥好事啊 我把儿子养这么大一下子股份权全没了 你瞧啥的 谁这儿拉去 小鸟 哎哎哎 我跟你说啊 我能娶得起儿媳妇我就能花得起钱 啊是 我包了 啊那车和房全都包了 你就看看买啥车吧 啊那怎么也得奔驰保马啥呢 妥了就买它了 你就看看多少钱吧 啊那怎么也得一百多万吧 不是 哎哎哎哎哎 咋去了 喝极了 慢点啊 多少钱一百多万 啊 买了 买了 哼 就要塌了 就塌了 哎哎哎哎 买啥买呀 搁拿你那一百多万呢 那钱搁哪呢 清晓 哎 咋个事啊 有困的吗 没困的 怎么就没困的 有啥困的呢 不就一百多万吗 你得看看那房子 房子啊 多少钱 买房子呢 咱也没必要去买别墅啥的 那对 但是两孩子结归婚呢 咱别整磕着了 那对你丢得起那人 我都丢不起 啊就那个脸 哎呀 咱就给他买一百二十瓶的房子 是 连装修都下来也就几百万吧 哎呀哎呀 妈呀妈 啥毛病啊 哎呀哎呀 没事吧 没事 咋的钱不够啊 够 咋不够呢 买了 小钱 啥小钱呀 什么玩意买了 你还凭他装啥呢 哎呦我的妈 我实在我装不下去了 你就跟庆庆说实话得了吧 啊 过去 庆庆 哎 庆摩 你哥是干啥呢 我实在我装不了了 庆庆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钱 一共那卡里边吧 有七十万 还是他奶的呀 留下一块玉 卖那点钱的 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车呀 房子呀 加到一起得好几百万呢 你说我俩上哪整那些钱去啊 你说你也是的 你没钱 你还跟他装啥呀 你就把这股份权交出来得了呗 啊 哎 等会儿 千姓母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啥股份权呢 千姓 是这么回事 你大哥说了 这俩孩子结婚呢 就像合伙开公司似的 谁拿的钱多 谁就是大股东 就有收话权 哦 我听明白了 俩孩子我都包了 从现在开始 股份权归我了 行不行 行 这事我再成 妈呀 等一下可玩啦 我这股份权 妈呀 印象都没了 妈呀 听下别哭啦 我要是哭啊 肺炎都哄不好 哦 哦 完了 哄不好了 你说你嫌不嫌客上呢 你说我又不哭啊 不要哭 好了 哎呀这家家挺年呢 天使你 听下别哭了哦 啥股份权不股份权的呀 我告诉你啊 刚才呀 我说买那么好的车呀 房啊 那都是跟你开玩笑呢 别说咱们没有那么多钱 就真有那么多钱 咱都没有必要去铺张浪费 因为我本身也是农民出身 我知道咱们农民挣两个钱不容易 你说你一个儿子 我一个姑娘 有多少钱不都是他俩的吗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两个孩子车和房啊 我都给他买完了 买完了 那就花多少钱呐 没花多少钱 咱就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你俩的钱呢就留着 等孩子创业的时候 拿出来帮他一把 那多好啊 你听听 你听听啊 大兄弟这磕落得多实在 一听就是正经过日子人 你说说你啊 一天你就知道穷庄 你还瞅啥呢 还不谢谢清清啊 去呀 谢谢清清啊 谢谢啥呀 咱都是一家人了 别那么客气 清清 清一模 走 咱们吃饭去 走 走 哎 我说老板啊 快点走啊 你给这干啥呢 你吵吵 又说那话 那不得稳当的温柔点吧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 都不得稳当的太复了 这件事情